開始了 我拿原廠的前面避震器 各位粉絲團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今天要跟各位來介紹的是Nissan的KICK 這台車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當時開發的時候我拿阻尼去測試 我們裡面之前好像有直播過 忘記哪一台車了 好像是G06X6的 有秀一下公司裡面的阻尼測試機 這台車印象最深刻的是這個後面的阻尼 這台車是Nissan的 可是當時測出來的阻尼值非常的低 大概如果單位的話每秒0.2 每秒移動0.2公尺的速率 測起來大概只有50幾60幾而已 下壓跟上拉它都是做得很軟很舒適 那很舒適的話會有好處也有壞處 好處就是可能市區的時候 台灣的道路品質大家都知道不是很好 所以它的舒適度會好一點點 可是也有缺點 缺點就是在坑洞的時候或者是在山路上 它對彈簧的意識能力沒有那麼的好 就是吸震能力的話 可能我們正常比較歐系的避震器 它可能一次坑洞就吸附住了 可是這個阻尼它做得比較軟 所以它有可能會多個一下甚至是兩下半都有可能 這個是後面的懸吊系統的一個狀況 但它的彈簧也配置的比較輕 這是原廠的彈簧 它的形式也很特殊 跟Match為我們台灣是統稱K13 但代號國際代號並不是K13 上面比較小下方比較大 所以它的彈簧形式的話 是用預載池比較多的形式去做設計 現在很多的類似TNGA的系列 像是COROLA CROSS COROLA CROSS它的市場定位的話 是比KICK還要大一點點 它的後方的彈簧也是類似這樣 所以它的行程做得比這台長一點點 好那這一台車後方是有上座的 這個上座的話是要沿用原廠的 這個上座所以它的筒身 這是後面的筒身 後面的組合形式剛好還沒有裝上去 我拿來用一下 像這樣子直接套上去就好了 那等一下這顆螺絲再把它打緊就可以了 所以後面的阻尼調整啊 軟硬度調整的話是從上方這裡 從這裡來做調整 這個地方 彈簧配置的話後面是配3.8公斤 前面的話是6公斤 這個是後面是拖一臂的系統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後懸吊 大概KT的避震器裝上去的樣子 HILOKEY設計在下方 然後它的彈簧公斤數的話是3.8公斤 所以KT有特別設計讓它的外進啊 這條彈簧我記得應該是今年初 應該是今年吧 有在設計變更過 原先的話是用4.多公斤 那一般4.多公斤的有幾個車友反應說 回饋感會比較直接 所以我們後來就開發了一條3.8公斤 那經過長期測試之後 這條彈簧公斤數會比較舒適一點點 這個是後面後面的調整機構啊 是坐在下方 上方的橡皮要沿用原廠的 好那你鏡頭有辦法從下往上拍嗎 開這個HILOKEY 這裡有一顆螺絲 這裡有一個大墊片 這個都是這一台車所專用的規格 所以等一下師傅啊 會全部都裝好之後 把輪胎著地之後 再來鎖下方這個調整機構的螺絲 這個螺絲的話 不建議先鎖 因為先鎖的話 它的枝壁有可能會太 角度可能會不太好 所以會建議輪胎著地之後 再來鎖這顆螺絲 好那 上座的沿用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這裡有一個阻鈴旋鈕 就是從這裡來調整阻鈴 然後銅針在這裡 好 所以這個是一般 大概 托一幣的形式啊 都是在設計成這個樣子 但是 像CC的話 它的避震器就做得有一點斜度 但大體上都是一樣的 好 這個是後面的部分 好 那前方的話 前方的話 因為啊 它的 車子的外型設計是小車 所以它的避震器周邊的空間 其實是比較小的 像這台車 可能就比較沒有辦法 做成我們早上有直播過的 燈籠狀的彈簧 它燈籠狀的彈簧外圓啊 會跟車體 車體這個地方會稍微做干涉 所以前方的話 只能配置直捲式的彈簧 可是直捲式的彈簧啊 我們有特別把長度把它拉長 那公斤數的話 降到6公斤 220長6公斤 讓它的一個作動的行程 能夠比較舒適一點點 那 這裡有油管固定架 這樣拍得到嗎 油管固定架 然後這邊的話 是離載串的固定點 離載串的話 需要換成KT的規格 因為它的離載串 原廠的 有比較偏長 所以我們把它 恢復一個比較短的離載串 可以公計時來做更換 後方還有一個小固定架 這個鏡頭拍不到 拍不太到 這個是ABS感應線的固定架 上座的形式更簡單 很多的小車都是類似這樣的設計 它沒有上座 它有一個螺絲而已 好 來 好 這個不是它的塔頂 不是上座 它的上座這麼小一顆 這麼圓 圓圓的 沒有兩顆螺絲 或三顆或四顆 就這個上座 像是小車Yaris FIT SWIFT 都是類似這樣的設計 好 所以前方的阻鈴調整 很簡單 不用再拆這個飾板 直接從這個地方 往順時針變硬 好像這個樣子 往逆時針變軟 但是這裡有可能會 如果洗車有水噴濺的話 有可能會激水 所以建議 就大概三到六個月 把它塗附一點那個 黃油耐高溫的油脂 好 這一台好像是1.5升 1.5升引擎 是不是 配上CVT 那前方的車高調整 後方的話 這台車的車高調整 是在彈筒的下方 前方的話 是麥花承的車高調整 是從這個齒輪狀的托盤 旋鬆之後 它就可以調整長短 調長的話 車高就變高 調短的話 車高就變低 好 那大概基本上KICK的 我們安裝的速度 也都蠻快的 因為這一台拆裝 也蠻簡單的 所以如果 車友們有想要試乘 或者是剛剛經理 有遺漏沒有介紹到的地方 都可以私訊我們小編 以上是今天的KICK的分享 謝謝大家 拜拜